好 開始我們爆玩具 一開始其實也不用多說了 男人玩女人玩具 大家小心點不要看漏字 不 巨鬥的問題 其實我相信大家也有看了Barbie 不過我還未看 我也沒有看 但怎麼會沒有人認識Barbie呢 男人都會認識 基本上作為這一個玩具最大的生產商 三大最大的生產商之一 Mattel Barbie基本上也是這個Mattel 其中一條非常賺錢的產品線 最大一條線最高 我覺得是Walker最適合來講的 其實我回想看Barbie沒有 因為我小時候玩Barbie 這張桌子夠長 我們當時玩的是Janny 但我好像沒有再推出了 Janny是另一件事 即是她的樣子很Barbie 她是比較小一點的 Janny是日版的Barbie 是當年Takala 還是你玩過Mary 不是 是當年Takala在日本推出的 她當時是叫Barbie的 包裝有Barbie的Logo 是Barbie來的 但她是日版的Barbie 而且她的樣子都是 東方化 不是 是大眼那些 好像當年小店 但好像是深色頭髮的 美少女 不是 不是 金頭髮的 美少女造型 她最足以一個系列 是玩田園風的 適合日本人對歐美的想像 那些衣裙全都是田園風的 樣子就是大眼美少女 日是美少女 金頭髮 就叫做Takala Janny 不是 就叫做Barbie 是 Barbie 但後來不知如何 可能是Lightson拆掉 她就繼續生產 但就叫做Janny 都生產了 我想都若干年 其實到現在好像有Janny 現在我不是很肯定 但我反而印象中 Janny的尺寸比Barbie小 頭大一點 比例上是 比例是頭是差不多 但頸對落就小了 尺寸比例 你是說身高 整個身體 整個都是小粒 我印象中應該差不多 不緊要 如果有玩Barbie和Janny 在下面留意 不敢認同 我想女生會玩多一點 其實我也是女生 是否有甚麼機器 有甚麼機器 這隻是剛剛拆掉 其實不用吃炒 玩具反九成 好像是千一 其實它的尺寸是 1比7 1比6 其實我在想可否擺一比6 它不是Barbie的尺寸嗎 是Barbie尺寸 但Barbie尺寸比1比6 小小小 但大於1比7 但怎樣也好 小弟也有Barbie的系列 Crossover 其實玩Barbie是貴的 不是正常 玩Barbie是貴的 它本身有婚禮系列 另外有很多Crossover 我手上有Barbie Dafreda Crossover Barbie 另外我還有一個Crucci Barbie 另外我還有一個1978年 或1975年的可樂Barbie 這三個都不是便宜的 我記得當時發生成是千多元 是Audrey Harpinnon 我覺得你很便宜的版本 我說得不正 但我很記得 真的像那個樣子 因為那些collections 一來就要上官網 是一個premium member 你才可以訂購或買 而且它本身也有一個 Fashion Series 都是High End Player 去做collections 真的 很漂亮 Side Track完了 直接看這次Barbie the Movie 這是雪佛龍嗎 好 看回這個很精彩的 盒子挺硬正 但還是很容易套 看到整架的外觀 和這個劇中亦相得益彰 這邊看到女主角 少丑女 沒錯 你有沒有買這個造型 就是這套電影的 恩爵女主角的演員 面孔來做的 沒錯 但好像我暫時 你能否覺眼 有得買 有得買呢 說真的我沒有留意 謝謝你 你留意你很厲害 你有沒有看出你呢 我想看 你看了嗎 我看了 所以你坐在這裏就真的對 當然 看完了 放在演角 你和這套電影中 有甚麼聯想 可以嗎 出場 這路路 我想差不多吧 不要考我 我真的沒有留意 這套電影 出場都是正側面 或是檔方玻璃影著兩個演員 通常是後摔和正摔 我沒有留意這輛車 我想應該差不多吧 你有沒有1比6的模型 1比6 今天可能不會 但你看它的公仔照片 其實駕駛員都很大 隔了很多出來 不是正常人車比例 我們看這個 我們不會看公仔 對 對 我覺得有點浪費 是不是密車的關係 對 對 有機會 作為一個生產商 對 可惜 無論如何都給大家 很好推 如果你家裏有這個 前面也轉了轉右 對 以這種玩具來說 我覺得也算是 有得開門 而不直接插進去 有一個很漂亮的車頭設計 對 我覺得車型也挺漂亮 對 其實我真的想折一比六 一比六 我想有點難度 有 我們有個軍人 你看看你插不插 對 一會兒 立刻做事 對 對 對 我們看看內扣 對 對 本身也會預算 一個位置 讓你插腳 垂直插進去 所以 總之車身這麼低 也好 在寶貝的情況下 是絕對問題的 對 對 另外 會看到軚盤 可以動的 而且軚盤 很漂亮 對 那些儀錶板的都有齊 也算是 這是多少 多少錢 1,100 1,100 不用多 有炒才1,100 1,100 3 2 這是一個假狗的玻璃盆 對 我想香港不會炒吧 正在炒 炒 很漂亮的車尾箱 車尾後面 也有Barbie的車牌 最需要不懂就行 我看了一個帖子 其實你知道 它是將這部電影和那部關於原子彈子 整天都黏在一起說 黏在一起宣傳 其實在世界大部份的地區 都是Barbie比較收得 這兩部電影比較 是搖搖領先 那部文藝片 即是說原子彈子那部電影 就是沒有那麼收得 除了在香港 除了很少部份的地方 其中之一就是香港 香港人似乎都喜歡看正經的電影 輕鬆 不是 香港人相對喜歡看正經的電影 或者這樣說 Barbie對於香港人來說 不算那麼吸引吧 直到可能是新席 你看看放不放進去 我就覺得好 都可以 都可以 原來 喂 FIT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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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有小朋友的感觉 大人有大人的感觉 如果你知道现在美国发生什么事 就会好看一点 如果你知道他们的男权和女权 首先是女权 接着是男权 以及极端女权 因为这部电影是互相讽刺 他是借男人 因为Kent是芭比林的小众 因为芭比林是极端女权 Kent的形象是讽刺女权 被女权压逼之下的角色 她是现实生活的女人 Kent是女人 芭比林是女人 而芭比是男人 但当出到现实世界 芭比林就变了女人 所以你看的时候 你要放开你的观感 去尝试看导演想表达什么 如果你真的要理解 其实我相信每个朋友 自己有一把尺 你可能看完后 就会根据你自己的尺 去给到感觉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张的安排方法 我觉得这部电影 以这个女导演来说 其实这个女导演也是拍一些文艺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很成功的灶头戏 因为她以这个所谓女权 芭比这件事 她批评了很多人入场 你说她拍得好不好 我觉得很乱 我觉得很乱 色彩 美术指导是不错的 所以她就批评了小朋友入场 家长 然后女权 男权和女权都可以入场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进去看看 但其实你说她拍得好不好 我觉得她很成功地批评了你的人入场 赢了 飘放 表白一切 飘放 赢了 对 稍后见 车尾箱可以装蓝丝 我们要多谢Anson 谢谢Anson 好 到你了 Briant 蓝丝可能有点吻 行李箱就装到 你还拍着她吗 但真的很滑 我遗了这件事 原来还有一张证证证 是放进去的 虽然这张 我说证证证证 其实是一张懒纸 但是我觉得以1比6的Barbie车来说 这辆很厉害 对 还真是很厉害的 不过价钱也不算便宜 对啦 一大够胶 好 接着 好